在此之前,张玉铭曾效力和甲海洋俱乐部,德甲林达布莱门,和甲维克斯,但都没有扎受重用。 记录人意想不大的是,2018-2017校季,张玉铭没有当场一次,这样坎坷的流量记录,确实力量心寒。 毕竟张玉铭才22岁,和欧洲点击球员比起来还有非常大的差距,张玉铭最出色的就是他的身体力量和射能能力,可以说是一名得分中锋,张玉铭的射能力量,弹跳能力都是国内一流水平,另外他的头球,射门,短船,也是非常的威秀。 可以说张玉铭的特点,非常适合国安的竞工体系,他的技术特点和山东里能力的配偶一样,属于关度性中锋,最后张玉铭的优势就是年轻,今年22岁的张玉铭,有着无限的未来,很有可能会是下一个盖铃,无垒,自从张玉铭加盟球队后,很多国安球运的兴奋器充满了希望,遇见国安政区一名正装是中锋, 在最近的一场比赛中,北京国安领,二地比上海上岗,从来遗憾地获得了足球超级奔冠军,仔细分析那一场比赛我们不能看出,北京国安的弱点就在前锋线上,在23日的比赛中,国安占据着62%的控球率,当然还有高达16角的势能,明显进攻也高达87次, 这比上海上岗的38次多出很多,这逼迫上岗,不得不放工医来远款国安的进攻,国安虽然进攻猛烈,但都没有取得破门,其原因就是因为国安部中没有一名得分中锋, 巴坎德的社门太正,并且能有力量,最容易来国安的前厂配置非常完美,中厂最完美的阵容,则是持中国家当比埃娜,阿古斯卡,也可以在商店护着人先去京,带上朴城,何人有,不可等年轻求人,最关键的是国安的前锋配置, 阿古斯托则是前门行前场,张玉宁作为百队中分手帮齐冲,两个边则是包盾,包坎布,一带倒, 从此一来国安的阵容帮排交汇非常多,势必会让施密特敞昏了远,这也可以充实国安的进攻体系,可以在场上随意变化, 从而寻找最佳的进攻搭配,当然,侯伦勇也是一大看点,若侯伦勇搭档张玉宁将会比我更新, 因为侯伦勇,张玉宁的踢球风格和欧洲球员非常严肃,都是跑运行选手,最关键的是这两人都在欧洲赛场踢过球, 这样才会更加迅速地了解对方,毕竟欧洲赛场踢球风格和本土人赛差别很大, 最大的差别就在传球意识,讨论意识,从此必然新赛季的国安,已经具备了争挂的实力, 但是有一定国安需要注意,那就是国安的贺场,目前,国安能将位置非常稳定, 国安对国强国养现非常神勇,也是杨智最佳的接待人,但是贺卫线上没有太多的人才, 这具有实力的,也是韩国队选手金刚才,也是韩国队征兆那周端期间的主力后卫, 但是那能蛮帮助人,若想在新赛季取得好成绩,就必须改造后防线, 但是尼巴宝就是最好的选择。